原标题 也不愿意相信自己 可是还有更多很有毅力的人 并不相信所谓的命运 他们坚信人定胜天 坚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在封神中就有这样一个人 他注定与封神无缘 可是他最后还是封了神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话说江子牙有一个徒弟 叫龙虚虎 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哪里怪怪的 你说你要叫什么龙也可以 叫什么虎也没问题 可是偏偏要叫什么龙虚虎 这一听就感觉 他又像龙又像虎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 他不仅长得有点像龙和虎 还有一部分长得像驼 鹅 虾 牛 鱼 鹰 这个奇奇怪怪的人 刚开始还想要杀掉江子牙呢 深宫报并不是什么好 东西 他遇到龙虚虎的时候 便怂恶欺骗龙虚虎 说什么只要能够吃上一口江子牙的肉 便可以延寿万年 听起来 听起来好像江子牙的肉比唐僧的肉还珍贵呢 于是傻乎乎的龙虚虎便在半路上拦住了江子牙 要吃掉它 可是他把不起来江子牙的姓黄旗便吃不成江子牙 于是龙虚虎便把山宫报骗他的事说了出来 江子牙也挺有意思的 他听说后便让这个龙虚虎拜他为师 不然便要杀了他 龙虚虎便拜他为师 江子牙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 自从龙虚虎归顺他后 江子牙讨伐昭哥的高手又多了一个 而且江子牙自身的安全也得到了更好的保证 毕竟这个武力不错的小伙子是自己的徒弟 万一昭哥那边有谁想要行费先情王捉了自己 或者杀掉自己 那么自己的这个徒弟便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移动的护身符了 龙虚虎果真在讨伐昭哥的征战中 立下了很多大功劳 可是对龙虚虎的批语大概是这样的 封神榜上无名如姓 图见奇功于帝家 本来这是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可是最后不知怎么的 龙虚虎竟然也榜上有名 成为老封神榜上的一员 因此便有人说 其实龙虚虎遇到江子牙 并取要吃掉它是一种作秀 因为封神榜上和江子牙有很大的关系 龙虚虎因为自己注定登不了封神榜 于是得到了申公报的指引 只有攀上江子牙这棵大树 才有可能榜上有名 于是龙虚虎便上演了刚才所说的内容 不然 为何江子牙让他把姓黄其他就把其 他可是打算要吃掉江子牙的 又如何能够听从他的使唤呢 不过这只是一家之言 小编还是觉得 申公报不会这么傻 给江子牙找了一个帮手 却给自己找了一个敌人 你们觉得龙虚虎遇见江子牙到底是想要逆天改命呢 还是真的就只是单纯的想要吃掉江子牙而延寿万年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这次是 有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